下面这 不要太规矩了 然后呢 来点这个 这边再来点 鼻鼻水 鼻鼻水 水也不能太大了 我们可以这边再来一个 等会干了以后 我们用花青照一下 我们现在画一个小麻雀 待会再画个小麻雀 我们知道头部是用褶石加墨 墨 墨 鼻鼻水 还不能让它太阴呢 加点墨 加点墨 让它有一种 墨折墨 折墨稍微多一点 看看画的什么位置 看看画的什么位置 还不能画得太大了 画到这个位置差不多 然后它的这个 我们知道它的翅膀是 嗯 背部三线哈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 墨 画到这条飞鱼 飞鱼啊 飞鱼 然后呢 维鱼 这都是由墨画出来 啊 维鱼都是用墨画出来 啊 维鱼用墨画出来 上面再点一下墨点 好 我们就现在用淡墨 很淡很淡的墨哈 把它的这个 这个胸腹部画出来 非常淡的墨啊 一滴水 把它的胸腹部 从它的嘴下面往后走 往后走 往后走 然后腿 嗯 把它这可以稍微 用淡墨给它 扫一下 嗯 好 我们把嘴巴给画一下 嘴巴呢 是浓墨 嘴巴用浓墨啊 用淡墨 不能阴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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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把它的斑 眼睛都给画出来 不行了 然后呢 我们再画它的爪子哈 爪子我们画的时候 要注意点它这个 太干了 太干了 不能太干 好 这个爪子就 站在这上面了哈 这个爪子也是 好 这个爪子稍微让它粗一点 嗯 嗯 好 你看 我们这个画就 画好了哈